出来小伙子 翅膀给他剪了 好像郁闷了 来 出来嘛 前几天给他剪翅膀忘了一件事 就是把他头给蒙住 让他看见了是我剪的 这家伙好像有点激愁了 突然没了翅膀没了安全感 不敢出来了 别怕呀 一点风吹草动他都害怕 经过我长时间和他沟通 他终于答应出来玩一会了 并且还愿意在我手上躺一会 这么不给面子 跑了 小伙子 太搞笑了 好像翅膀给他剪狠了 你怎么跑2K笼子里去了 小伙子他打你 快出来 这下好像把他得罪了 下面没有安全感 他不想出来 把他带上楼了 出来 出来啊 完了完了完了 这好像一点飞行能力都没有了 难怪他不想理我 要是谁对我下手这么狠 我也不想理他 至于为什么要给他剪飞鱼 其实很简单 就是防止他飞跑 咱们这天高地广的 飞跑了真的不好找 大黄在旁边都看懵了 赶紧找他笼子爬上去了 可能他觉得笼子上面比较安全一点 这眼神好像不对 比以前犀利了不少 小伙子 这个猪 快来快来 这眼神好像不对 灯这么大看着我 我该不会把他也得罪了吧 都怪我一时大意 忘了蒙住他的眼睛 抓过来就给他剪了 这下好了 被他记住了 又跑下去了 这走路也是这么搞笑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小伙子就想笑 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他都不想管了 看来确实是心情不太好 是 做人家已经说了 错过去